嗨,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清单思维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时 在课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对上一课时的内容做一个清单式的回顾 以后的每一个课时呢,我们都将先对上一课时进行这样的回顾 我会针对上一课时的内容用语音的形式列出一个清单 大家在听到这个清单的时候,请尽可能的去回想一下 每个清单条目的背后所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像这样的清单式回顾方式呢,也是我个人在学习中所采用的主要方式 在后面的课时中,我会对这一方式做详细的讲解 你会发现,使用这样的回顾方式之后,你对知识点的理解加深了 而且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OK,现在我们就开始回顾吧 上一课时中所分享的内容包括 第一,原有的清单理念 只是在事情太多或者太复杂的时候才想起来 诶,我应该列一个清单 第二,新的清单理念 清单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它应该是每个人应该培养的一种思维和习惯 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常态 用清单来记录待办事项,记录所需的物品和流程 第三,如果我们清单的主要作用进行总结的话 那么它应该有四点最显著的作用 防止遗忘,规避错误,简化思考和建立规范 OK,在对上一课时做完一个简单的清单式回顾之后 我们回到今天的课时 在上一课时中,我们说到清单应该是无处不在的 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培养的一种思维和习惯 我们可以用它来记录待办事项 记录需要准备或者购买的物品 或者把针对一件事情的流程记录下来 以便重复使用 总之,我们可以把这种清单的这种思维和习惯 运用在任何的场景之中 所以清单这项技能它是脱离于场景存在的 但是这些所有零零种种的清单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属性 对它们做一个物理性质上的分类 作为认识清单的入门课程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不同类别的清单 根据自己所列出清单的不同属性 我们可以把清单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检查清单 第二,流程清单 第三,代办事项清单 下面我们来详细地说一下每一个清单的类别 我们先说检查清单 这一类清单主要用于记录在一些特定的场景 需要完成的事件或物品 我们可以根据这份清单来逐项核对 有没有准备完成 比如购物清单 这又是一项很简单的检查清单 对吧 当我想在超市购买一些纸巾 食品这些物品的时候 就可以建立一个名为超市购物的清单 有想买但不是非常急需的物品的时候 就把这些商品记录到这个清单当中 当物品累积到一定数量 就可以很明确地到超市去集中采购 而不用去看我到底需要买些什么 再比如很多人要出远门或是要出去旅行的时候 都是靠脑子来思考和回忆需要准备那些物品 想到一件拿出一件然后装在包里 到了出行的那一天离开家门之前会反复的确认 我的充电宝带了吗 涌进是放在哪个包里来着 这就像是在出门之后总觉得没有锁门一样 甚至不得不跑回去检查 浪费时间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习惯不仅会让你落下重要的东西 甚至还很容易引发你的焦虑 而如果你具备清单思维的话 就不会有像这样的烦恼 像这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呢 首先旅行时我会带哪些类别的物品呢 我会列出一个分类的清单 这个清单里有这些类别 证件 衣物 药物 电子产品 洗护用品 随身携带的物品等等 一共六个分类 然后针对这六个类别 每个类别里又都会有不同的物品 比如证件里会有身份证 护照 电子产品里会有iPad Apple Pencil Kindle等等 这个时候我可以用思维导图 或是后面我们将要重点分享的幕布这款软件 来把它们一一的罗列出来 而这些罗列出来的内容 就构成了我们旅行时的物品清单 甚至我可以按照我收拾整理这些物品的方式 再列出一个清单 比如这一次的旅行 我用了一个行李箱 两个背包 总共携带的物品是三件 每件物品又分别在哪个储物容器里面 都非常的有数 有了这份清单 除了不会忘掉东西 不会引发焦虑症之外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在于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如果没有使用这样的方式 每一次旅行 你都得去想去回忆 而有了这样的一份检查清单 收拾东西的时候 拿出来直接对照 很快就能完成打包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检查清单 比如我经常在公众号上分享的各种书单 还有长草已久的欲望清单 它们都是属于检查清单的范畴 作为一种最基础的清单 使用检查清单的目的 在于规避 因为人为的过失 比如遗忘疏忽等等 而导致的严重错误 这就是上一课时中 我们提到的不能被理解和原谅的无能之错 说到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前不久我家的新房要装修 所以我开始选择装修公司 其中有一家公司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然后我就去了他们正在装修的一户工地 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 最终让我选择他们的就是一份清单 他们在业主的大门口贴了一张表格 这张表格的横走是日期 重走则是为数不多的待办事项 仅仅只有五项 比如清理房间的垃圾 关好门窗等等 这就是他们的工人 在每天装修结束离开业主家之前 都需要做的一系列检查 每完成一项 就在当天的该事项后面打一个勾 这就构成了一份每天都要执行的检查清单 这让我知道这家装修公司 很靠谱 虽然工人们在每天离开家 要检查的事项不多 但是试问一下 如果没有这份清单 有几个人会记得在那个时间点 需要进行哪些检查呢 这就是清单的第一个类别 检查清单 把所需要的物品或事项列出来 作为核对完成与否的重要凭证 接下来是清单的第二个类别 流程清单 流程清单的目理在于让需要重复处理的事情变得更加规范 所以流程清单通常是针对一系列的代办事项 以再以一系列代办事项为主的检查清单基础之上 加上了一个顺序维度就构成了流程清单 所以流程清单它关注的不仅仅是清单的内容 还需要关注清单中每一个条目的顺序 比如我经常需要写公号上面的文章 那么就可以通过建立流程清单的方式来把写作的过程记录下来 第一 利用手绘思维导图画出文章的框架体系 第二步 根据框架的内容使用markdown完成写作 第三步 文章配图 第四步 微信图文排版 第五步 推送到自己的手机预览 第六 晚上八点的时候准时推送图文 这个写文章的流程清单一共六个步骤 也非常简单 对吧 每个步骤都有自己的位置 并且大多数时候它不应该甚至完全不能被打乱 我们再以旅游这个场景为例 如果我们要使用流程清单来让自己的行程更加省心和规范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整个旅行的准备过程 用流程清单的方式予以规范化 所以我可能会列出这样的一份流程清单 第一 查找目的地的热门景点 第二 制作攻略 第三 购买机票 第四 办理签证 第五 预定酒店 第六 预定接送机 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代办事项 把这些流程列为清单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执行 直到整个清单当中的事项完成 和检查清单一样 流程清单也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下一次旅行直接打开它 很快就能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 这是旅行代办事项的流程清单 也是清单在生活中的运用 而除了生活之外 在工作中清单也应该无时无刻的存在 比如公司最近要针对用户开展一场双十一的活动 那么活动中有哪些流程 需要准备哪些物品 需要哪些人配合 都可以把它列为清单 甚至每个人要做的工作 也应该有一份简单的清单 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干些什么 你可能会问 并不是每一次出行或者公司做活动的时候 拿着原来的清单就能够直接使用呀 是的 很多时候即使是执行同样的任务 也会有少许物品或步骤有调整 但即便如此清单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工作的强度 并降低反无能之错的机会 对于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概念很简单 但执行起来可并不容易 最大的难点在于人们往往会忽视 甚至是鄙视使用清单的行为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高手 而高手是不需要使用清单 这种看起来很傻的工具的 他们认为使用清单会降低自己的专业化程度 就像巴菲特的合伙人查尼·芒格说的那样 世界上有许多的聪明人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聪明到不用清单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那么聪明 没有人有那么聪明 OK 我们刚才分享了清单的前面两个类别 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清单的最后一个类别 代办事项清单 如果我们只是从清单的属性上来进行分类的话 那么严格的来说呢 清单就应该只有两个类别 关注物品完整性的检查清单 以及关注事物流程的流程清单 而之所以我们把代办事项清单 也作为一个独立的清单类别 是因为只有使用清单来管理代办事项 才能做到不忘记任何的事情 所以严格的来说代办事项清单 它其实是属于检查清单的范畴 只不过这是一份针对将要处理的任务的检查清单 刚才我们说到唯有使用清单来管理代办事项 才能做到不忘记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上一课时当中 我们讲到了神奇的数字 7加减2 也就是人脑对于随机事物的记忆极限 通常只有5到9个单位 而大部分的人呢 是7个单位 但事实上 要记忆代办事项 我们的能力还远远达不到7件事 当任务多于一个数量 你会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 你会记不住 即使能够记住 要回忆起其中的每一件事 你得花时间去想 对吧 这既消耗脑力 又浪费时间 第二 这些事情如果存在于你的大脑之中 就会不断唤起你的模糊记忆 你做任何事情 都可能不能做到尽可能的专注 因为这些事情会不断的提醒你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使用代办事项清单 把你所能想到 以及以后会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都记录在你的代办事项清单中 只要记录下来 你就不会忘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这个古老的真理 在清单这件事情上 全是的淋漓尽致 OK 以上我们简单的介绍了 清单的三个类别 检查清单 流程清单 和代办事项清单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 严格的来区分 这三个类别的清单呢 我认为这是不必的 你只需要知道 清单有这么三个类别 并且养成列清单的习惯就行 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会开车 而不用去了解汽车的驾驶原理一样 对吧 但是之所以我会用单独的一个课室 来说明清单的类别 是因为在后面的课室中 我会针对这其中的每一个类别的 具体使用方法和管理的方法 来做详尽的分享 我会尽量帮助大家 学会如何去使用它们 管理它们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忽略它们的属性类别 今天分享的这一课室 加上前面的第一课室呢 组成了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 认识清单 通过这两个课室 我相信你已经对清单 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那么从下一课室开始 我们将进入课程的第二部分 运用清单 我将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 每个清单的类别 并介绍相应的管理清单的工具 在课程的最后 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在课程中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课件当中 所提供的联系方式 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进行提问 而且后期我们将建立 专门针对清单的社群 我也会在社群中 分享我的大部分的清单 以及我的清单式学习记录 另外如果我们的这个课程有更新呢 我也会在我的朋友圈进行提醒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室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添加我的私人微信 以学习更多关于清单的内容 我是沙流 我们下节课再见